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我会想买这东西 纯粹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要做一样 我喜欢吃又喜欢做的东西 那时我一直试 也一直觉得这款蛋糕 好像是我每天做 做到40岁我都未必会厌的蛋糕 近年多了不少人选择网上创业 例如这间网店 开业半年 就由两位女生主理 虽然只是卖一款甜品 但因为味道有水准 现在每个月都可以卖出过千件 都算挺不错的 开业露是一种法式甜品 它的口感是外脆耐软 里面充满着焦糖香 和雲呢那籽的香气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推出新的口味 暂时来说都已经推出过 10至20个口味 如果说常规的话 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 即是原味 梅香巧克力 小山原药粥抹茶 和八爪红茶 这款甜品大家可能比较少见 又或者看到它都不知叫什么名字 原来它是一款来自法国的甜品 近年在日本和台湾都比较常见的 其实开业露以原味来做例子 它最主要的食材是有牛奶 牛油 芸汁 芸汁 鸡蛋 糖 和面粉 有些人可能会加上乳酪酒 过程其实就是把牛奶 牛油 芸汁 加入煮至微滚 再用另一个混合锅 加入鸡蛋 和糖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面粉 和刚刚才煮好的牛奶 其实在搅拌均匀之后 基本上面壶就完成了 但做好的面壶就要将它们放在冰箱 放一至两天才可以再拿出来焗 至于海里露的来源 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海里露的来源地是法国的波尔多 里面都是成产红酒的地方 红酒在木桶里进行了最后熟成的时候 其实是要加入大量的蛋白 去过滤红酒 至于用剩的蛋黄 法国人就拿来创造一份甜品 就是海里露 除了原味是招牌货 比较受客人欢迎的 还有抹茶口味 用日本京都 软久小山园 约粥抹茶粉制作 加上流心的抹茶甲心奶酱 味道醇厚 亦附有抹茶甘香 另外 柠檬撻口味 以柠檬盈婴作为馅料 加上饼皮和清领碎作为点绝 整体果香突出 很清新的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做散水饼生意的 另外都有做团购 暂时我们每个月都会买到过千粒 很想用可力露来做散水饼 是因为我们觉得散水饼很有香港的特色 还有可力露的尺寸都很适合散水饼用 市面上现在没有一些专系货甜品 用来散水饼的包装 所以我们找了台湾的一个设计员 帮我们设计包装盒 把这个专业交给他们做 我们都会觉得很值得的 两位老板虽然都是新手创业 但因为相识多年 所以都很合格 其实我们本身是中学同学来的 然后北岁之后 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 去了外国 他就是因为读书 我就是因为生活 我去了澳洲之后 都培养了喜欢煮食 以及喜欢做甜品的兴趣 刚刚我们同时间都回来香港 所以我们就想一起去做这件事 其实最当初第一次 做可力露的原因都很单纯 纯粹是那时候 因为身边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吃 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做蛋糕 我就自己在家製给他吃 上年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去摸索自己最喜欢做哪一类型的蛋糕 那时候我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可能我每个月 只是专注去研究和练习一款蛋糕 其中一个月就是可力露 那时候我一直试 也一直觉得这款蛋糕 好像是我每天做到40岁 我都未必会验的蛋糕 所以就白心一环 决定将可力露变成自己的产品 客人吃过大赞爱翠内远 慢慢躁下不少口碑 但比较难忘的 可能是我们第一次散水饼的客人 因为他的老板 刚好是法国人 法国就是可力露的来源地 所以他吃了我们的可力露 之后他会反映觉得好吃 所以就令到我们 很想继续将这东西做得更加好 和令到更加多人知道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欢迎订阅我们的生命 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那équ 我是刚刚的 parte 我们下期就爱 有人 我们一直在按 liksom